M是河南省某小仙品锁药店的小药店,药店面积大约有70平方左右,有中药的经营券线,没有医保,大夫一个月来做诊三到四次,日客流量在80人左右,员工自然。 被医学专业,于2016年开业,起初中药自然销售,日零售金额在3000元左右,2017年初,从市区调过去医大夫,半年左右也就是保值在4000到5000左右,由于坐车,吃饭的经济原因,大夫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坐诊,此边的店长A,30岁左右,以前是从事医疗卫生行业,曾在某诊所工作67年。 从事内科,中西医专业,在医药行业也没有任何经验,在他多次进行实际走访和考察中,发现中医药在当地的民众中有一定的群众基础,而且药店在镇中唯一的一条街道上,每个月都有三到四次庙会,日客流量会达到150人左右,是平时两倍,他对店里的具体情况做了分析。 第一,大夫在本地没有知名度,第二,员工流动性大,没有很好的医学基础,第三,中药减效比较缓慢,需要疗程用药,第四,比较昂贵。 大众不易接受,针对以上的问题,重中之重的是没有客源,首先,A与大夫进行了沟通,把大夫擅长病种列举出来,调选了两个病种,一是皮胃病,另一个是中风后一征。 其次,做了一个大型的广告牌,进行介绍大夫,同时电子屏幕24小时滚动不停介绍,扩大大夫的知名度。 最后,精准客户群,与有顾客重复购买为痛药,和活血化与止痛药,就是得了进行介绍中医药在这方面的优势,进而介绍大夫的一些情况。 如果,那患者感兴趣可以留下联系方式,通过不断地进行顾客和大夫之间的认识转换,让患者知道这个药店有大夫,进而向患者的油轴。 这里不仅仅可以买了更可以看病的前一时,具体的工作流程就是,大夫一个月来三到四次,而且这三到四次,刚好是庙会。 在庙会前一天,就把需要看病的人,或者有一项的打电话联系沟通下,等到庙会那一天,只要能来三十个人,而且十五个人开处方,一个人平均两百,就可以保证有三千的收入。 另一个,不能忽略的就是马太效应,庙会的客流比较多,大概在一百五十个人左右,在这些人来买套过程中,肯定也会转换十个人左右。 也就两千了,更何况感激的人就喜欢看热闹,客流的问题就解决了。 中医药营销的核心,就在于疗效,只要有疗效,就能保住客源,有了客源就能有营业了。 不断对患者进行教育,而且必做回访,有效果告诉患者要坚持,进而向其他有同类疾病的人转介上,对没有效果的,要及时和大夫进行沟通。 将大夫单独与患者进行沟通,即时调换处方,要电的中药普遍不易销售,但只要找对方法,就一定能突破,你的关注力在哪里,哪里就能产生价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